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书籍说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儿时的伙伴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两人的年纪差得太多了 当李秀成已经成家的时候 陈玉成还是一个孩子 也就是在陈玉成当将军的年纪 李秀成已经28岁了 所以他们不可能是玩伴 1856年对陈玉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奉命援助镇江 他试作 这船下镇江的在水面上全部是清军的炮兵 可是陈玉成不惧怕 他勇猛地冲向前面 将清军击败 拿下了瓜州和扬州 从这时候开始 陈玉成已经让清军胆寒了 1856年之后的几年时间内 陈玉成在太平军中战功赫赫 可以说是屡战屡胜 清朝很多将军 都成为要陈玉成的手下败将 比如著名的冯子财 胡敏义 翁童书 白山 都是陈玉成的手下败将 曾国藩的平与汉长以来 未有如此贼之汉野 从1861年开始 陈玉成的军事生涯就开始衰落了 特别是在安庆的一战中 曾国藩和胡敏义亲自指挥 当时 陈大吉 曾国权等清江轮番和陈玉成交手 陈玉成的部下损失惨重 他不得不退守到卢州 这一战因为失利 洪秀全大怒 责怪陈玉成失职 才让他立即进兵夺取粮食 要知道 当时退守卢州的陈玉成 已经损失非常严重了 而且清军派出豪华阵容 向多龙 啊 石清吉 温德勒克西等围困陈玉成 要想去抢夺粮食 这是不太现实的 然而 上面有洪秀全的命令 陈玉成不得不出战 根据贝鲁基勒的描述 面对和内炮船塞河 上下十余里的情况 陈玉成如履平地 他穿着黄色铠甲 骑着白马 对阵清军 书中对陈玉成的描述是 使之英雄自有真言 之后 陈玉成又派出数名将军和清军对战 但毕竟敌众无管 最后他怒发冲冠 自己亲自带队出战 站了三个时辰后 外相已见 英王从此短气也 根据圣保释类记的记载 后来 陈玉成被增中相所败 全军覆没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陈玉成投奔苗佩林 结果苗佩林没有管他 苗佩林让他的侄子苗天庆 将陈玉成偷偷忙了 最后送给圣保 圣保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 他曾和陈玉成作战过 不过每场战役都以失败告终 此时 陈玉成的手下败将 圣保要审讯陈玉成 陈玉成说 你这个手下败将 有什么资格审问我 在审讯的过程中 陈玉成将圣保所有失败的战士 全部说了一遍 圣保当时羞愧难当 之后 陈玉成被杀 陈玉成被杀后 但王红仁甘说 英王陈玉成的王浩 不幸被人出卖 落在清朝人的手中 最后遇害了 如果英王不死的话 天经之尾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他还说陈玉成的死 太平军的军威也就堕落 全部瓦解了 陈玉成在临行前还顾及他的将士们 陈玉成在字述中说道 我受到天朝的恩情 不能够投降 但是败军之将 无言求生 不过我所带领的四千兄弟 都是精锐 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我所犯的罪行是弥天大罪 刀剧俯瞰 我一个人承受 这些都与兄弟们无关 所以 无论从军事素养 还是从战力上 陈玉成堪称太平军第一猛将 对太平军第一猛将有意义的读者彭九 可以和大家讨论 这是笔者的看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